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儲局縮表,疫情彈,港股授額等結算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跌了232點,收報24,549點,成交縮了,只有961億 今天有幾件事,儲局縮表,甚麼叫縮表呢? 就是縮資產負債表 今年3月23日開始時,聯儲局說到無限量寬,QE Infinity 說完這件事之後,美股就在3月23日見底,一直反彈上升 納指就直接創新高 不過儲局在三星期之前,就開始減少買債 那個禮拜的資產負債表增長只是37億美元 之前兩個禮拜,就縮表了 第一次今年以來,本來一直在擴張 由4萬億,擴張到7萬億美元的時候 首次縮表,當個禮拜就縮了740多億 縮了1% 對上個禮拜,就連續第二個禮拜的縮表 今次就縮了123.9億美元 你當它124億美元 雖然規模就不是縮很多,即是沒有上個禮拜縮那麼多 但是連續第二個禮拜縮表就很罕有了 即是說,其實它還是繼續發出信號 就是不想資產泡沫去得那麼近 當然大家都預期它那個買債規模 因為它說了無限量寬,繼續可能都會增長 不過是有調節的,有時間的 在這段期間,納指創新高 如果市場氣氛很好,市場氣氛很好 這樣的時候,市場就應該勒一勒 就給市場一個訊號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個訊號會不會對美股產生一個壓力呢 如果對美股產生壓力,會不會對全世界股市產生壓力呢 大家要觀望 第二項要考慮的就是美國疫情反彈 甚至乎全球很多地方疫情都反彈 美國其實從來都不是第二波的 因為第一波從來都沒有完結 它每日至少都有兩萬多宗的確診人數 今時曾經有報道 CNBC或NBC報道,它去到4.5萬宗一天 有些其他就說3點多萬宗 這三萬多宗的確診人數根本沒有緩和 現在有不同的計算 星期四那天有3.7萬宗 雖然較周三回落了一點點 不過很多州份開始推出一些對應的措施 例如說重啟經濟要暫緩 好像德州州長那樣說 暫停下一階段的經濟重啟計劃 蘋果宣布關閉佛羅里達州14間店舖 迪士尼表示將會推遲加州處提公園開放時間等等 即是說美國重啟經濟的計劃有點受阻的 疫情反彈之下 不單止是美國疫情反彈 其實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像巴西、俄羅斯那些疫情 其實都沒有緩和度 所以大家還是不要掉以輕心 這兩件事之外 有沒有利好的消息呢 對美國來說都有的 好像昨晚一樣 美股本來都下跌 後來反彈上去 因為傳出來說 聯儲局有意放寬 這個福爾克規則 Wocus Rule 這個規則是說 原本的銀行 不能投資股份 就是分開 以免存款 如果股份大跌的話 銀行會受到影響 影響存戶 但是現在 有機會放寬 所以刺激昨天 銀行股的大升 支撐了美股上升 當然 這件事 可能會短期對銀行股 解壓 因為那些銀行 其實今年都 挺慘 很多銀行股 由於疫情 大規模減息 減息後 銀行沒有一口好吃 因為本來賺息差 減到息去零 銀行的息差 收窄得很厲害 於是現在傳說 有這些放寬 新例 讓銀行有機會可以在 第二方面賺錢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還是有待觀察 如果是的話 對銀行股 可能較有利 美國聯儲局縮表 疫情問題 銀行問題 所以本身前面的兩件事 令到美股受壓 後面那件事 美股好一點 今天回到港股 即是我們端午節回來之後 港股結果 都是跌少少的 就不是多的 大家看恒生指數這幅圖 今天跌了 200多點 今天跌幅下來 1%不夠 不過就以接近全日 最低位收市 最主要今天成交縮略 就是因為A股優市 成交縮了 所以只有900多億 我們現在暫時 都是一個紮幅的三個人 代變 可以說 方向就不是很強烈 我們今天受壓 所以剛才說到港股受壓 等結算 下星期一就 期止期全結算 星期二就應該是 我們 貴結或者半年結的時候 等結算 預計可能都還是 是在24000至25000之間 增持 兩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下面支持 大概24001 上高阻力 25300 現在正在橫行 橫行之中 由於大股市 其實你見到橫行 不僅是這一節 之前那一節都橫行 有跌下來 又彈上去 但最終 其實都是在24000至25000之間 橫行 你見到其實這一節 四月頭的時候已經升上來24000 上下穿梭 高位就大概25000 曾經假穿過一點 結果都是 無功而還 之前的高位就是 4月29日 這個就是24855點 衝一衝上去25300 其實都是2500區 阻力 當然跌深一點的時候 有的 5月25日 去到22500 22500區 但大部分時間 其實23000 左右 就是24000之下 已經是一個低的 見底了 現在已經橫行了幾個月了 等方向 好像又說想衝上去 你見到這個方向 但又不是的 這些三個人有時 高一點低一點 未必一定有什麼方向 整體來看 都還是橫行 要等 美股方面 現在要注意 剛才說過 縮表 疫情那些問題 但有些銀行股 就撐住 現在其實你見到 如果道指的形態上高 這個倒營頂 下跌裂口 它有些反彈 要站上來倒營頂 即下跌裂口 之上才為之回穩 當然要升穿倒營頂 6月8日的高位 27580點 才為之好 支持位現在是24,843點 標普500指數 類似的情況都是這樣 倒營頂下跌裂口 又是要升穿 去倒營頂下跌裂口 之上才回穩 要升穿倒營頂 頂部6月8日高位 是3233點 升穿這個才為之好 暫時的支持位在2965 橫行 有一樣是這樣的 代變 唯一好少少的就是納子 納子因為曾經破頂 但破頂之後 6月23日好像是墓碑 十字星 這個星體是一個墓碑 衝上去回落 即是長手 連續三天就像一個黃昏之星的形態 昨晚有些回穩上去 站在1萬點樓上 但仍未擺脫這個弱勢 要升穿6月23日高位 即是10222 10222才為之好 支持位在9403 未升穿之前 現在是在1萬區打橫行 美股現在的形勢 都是代變架局 都是等待這幾天 我估計是等待半年結的情況才能看到 可能有些明確的方向 資金都是要炒的 都是要在這裏運作的 現在流向一些個別的板塊 跟大家說一下 其中一隻電磁股 天能動力今天急升兩成 這隻電磁股雖然急升了兩成 你以為它很貴 其實也不是 它原本 為什麼它一直上升 因為它初頭有些6倍PE 現在升到上來 其實是7.5倍PE 就升了那麼多 7.5倍PE 其實這些工業股 PE就比較低 現在再衝上去 其實走勢上高 走勢上高 都是一浪高於一浪 逢低都可以考慮的 這些小柱慢慢儲存 PE 不是說升得多 就一定PE高 現在這些都仍然不是很高PE 另外 合景泰富 今天又破頂上 亦都是PE不算高 這隻股 可以說4倍PE 內房股只有4倍PE 是很正常的 今天它能夠破頂 衝上升一成 因為它分拆它的物業管理公司出來 一說分拆物業管理公司 亦都帶動到一些低PE的物管股 今天做得不錯的 例如小型的中澳道家 這隻小型股不是大型股 大家如果不喜歡玩小股 就不要理它了 但如果小股都沒有問題 可以考慮這隻 亦都是逢低買 這隻雖然又是升了很多上來 反覆上升 你看到它 5、6、5的起步 現在說1.75 升了很多 但是 這隻PE 到今時今日 都是11.8倍 在物管股裡面不算貴 不過在小型股再重新一次 風險比較高 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不一定是選高風險 高PE那些 亦都有很多走勢良好的 但是PE都比較低的 股份 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大家都是喜歡科網股 今天ATMS那些全部都是 有些回頭壓力 比較好的科網股 就輪到一些 譬如中安在線 今天創了5萬2週新高 升9% 這些都破了頂上去 另外 阿里健康 今天曾經都創了5萬2週新高 最高去過24.5 但是這隻股 今天收市的時候 倒跌 跌1.7% 不過這些都是反覆上升格局的 阿里健康升得 當然是平安好醫生 都創了5萬2週新高 今天就最高升到平安好醫生 124.8 平安好醫生 有沒有盈利呢 年度盈利都沒有 他還是沒有PE的 但是市場大家都知道 炒熱炒這些 今天升了4.3% 大家那些就注意了 其實如果 有一堆是低PE的 也走勢良好 有一堆高PE 也走勢良好 當然如果你純粹走勢良好看兩邊都可以考慮的 不過如果是保守一點的 就選一些低PE的去玩 股市就是這樣 釋除專便 很多東西大家可以選擇的 不過我就建議大家 在這些時候 因為都不知道美股是怎樣的 也不知道這個半年後 第三季疫情會不會爆發 是不是會進一步縮表 所以都是保守一點 就是選一些低PE的那些 可能會好一點 好 今天時間關係 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